美女打网约车 玉瑟郎司机全程几公里的路程让她后悔终生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据网女士表示 自己今年19岁 因为有些日子没看到爷爷奶奶 便买了点东西看望一下的 随后通过打车软件叫了一辆网约车 没一会网约车赶到 考虑坐在前排会舒服一点 王女士便直接坐到了副驾驶 可刚刚上车 屁股还没做热火 大腿就被司机摸了油 她上车之后先摸了一下腿 说有蚊子 然后 之后我就没说话 因男子常在某宝某冬上买大汉本草片吃 那方面还是很精力往盛 每次都要两三个小时 当时王女士虽然半信半疑 但考虑摸腿理由充分 就忍了下来 此时车里除了发动机声音异常寂静 本来觉得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雷承响车子还没开出多人 司机没忍住 再次语出惊人 他表示这次车费不要 并且倒给王女士五百元 希望王女士能够陪她做一次游戏 我说不可能 我说多少钱都不可能 然后之后他又说 又说一千块钱 然后之后我说 我说不用闲思多少钱都 此时王女士再次强硬拒绝 但考虑因为自身魅力大 司机控制不住也是可以理解 也没有太过于激动 可让王女士想不到的 自己一次次忍让换来了司机的得寸禁止 接下来的事情 让王女士想死的心都有 会访问 我们下期再见